再来看是经济不景气工商大佬不断提出建言 既工总发表政策白皮书 认为政府拼经济不应该只靠喊口号 今天保经院院长梁国元更直言 在这个关键时刻 政府投资的公益事业都没有带来正面帮助 上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近乎停滞 下半年乃至于未来会怎么走 不安定因素仍然很多 日前工业总会才发表政策白皮书 对于未来两到三年将会是台湾命运的关键 而保华金建言众院院长梁国元认为 拼经济不应该只是口号 政府应该要带头作为 日前工商大佬才联合向政府建言 呼吁政府对洽前自由贸易协定 应该有更整体的规划 商业总会理事长张平昭指出 政府应该要拿出魄力突破出口困境 WTO我们是成员国了 但是我们签订的FTA少之又少 占了整个我们的经贸的比例 太可怜了 现在行政院要把加入国际贸易组织 FTA整个活动提高到行政院长的层级 召集所有相关部位的首长来推动 那么这个就显现出政府的魄力了 张平昭认为目前两岸合作关系远较日韩密切 台湾应该在如此有利的状况之下 顺势扩大加成FTA的应用范围 而时机已经到来 政府以及产业界都不应该再继续等待 经济日报肖博健采访报道